歡迎來到要財財經台 來到每週一股的環節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徵券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馬豪先生 Rafi 你好 上星期和我們推介中市金橋 我記得你當時和大家說 當日的中五收市價 即是兩個九毫半就要馬上買 結果買完的朋友應該都很開心 因為都在賺錢 的確來說 以和恆子比較 或者自己本身比較也好 整個星期中市金橋做得不錯 今天下午收3.03元 整個星期升了2.7% 亦輕微排完整個恆子 2.29% 沒錯 你當初叫我們兩個九毫半買入 現在是否繼續持有呢 當然 上星期其實都留意到 原本基本上數上說 自己看好之外 考慮價時也看圖 當時覺得圖來計算 大點空間不是太大 所以建議大家比較準確 就要中五收市價 即是延價去追 現在看回來說 延價就持有先 始終也有個不錯的站幅在手 甚至我覺得 以回中線少少 特別 在越近奧運的時候 我相信炒那個因素 會比較好 甚至我到時來講 仍然都有條件 見回300元這個位置 所以我現在建議 繼續拿著先 只要不跌穿2.7% 不用急指示 好 來到全新的星期 你打算今天跟我們介紹哪一隻股份 今天來講 始終市仍然升了幾百點上來 但怎樣說都會比較反覆一點 最近我建議大家 今天要推薦一個比較穩陣 或者叫抗跌 或者比較高小的板法 就是公路股 其中一隻就是 月秀交通1052 我看到你其實對月秀 系的股份都挺忠誠的 月秀交通其實有一個基本面 如你所說的就是做公路 面對著高鐵有機場的因素影響 其實他面對著那個形勢 是否會比較複雜一點 這樣說回來 的確這個可能是一個 叫小小的一個 叫打折的一個因素 但你說是否很大影響 我覺得少少分為你們看 其實本身旗下的一些公路 或者相關的一些項目 主要集中在廣東省方面 旗下來說 我覺得對高鐵的衝擊 或者所謂的客員來說 其實有少少不同 甚至以月秀交通來說 旗下的公路 最主要是貨車 客貨車去找貨 所以用途用法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高鐵沒錯 是有一個衝擊在這裏 但相信我的影響程 比較小一點 跟何方來說 今次第一個 比較推介的好因素來說 突然也來得大到的 旗下本身比較多的項目 是集中在廣東省的方面 如果也會見到 未來越秀交通管 未來越多的收購 經驗品等等 都仍然會做 說回近期一點 以去年全年為例 其實暫時 在月秀交通期下 有十一個公路 或者橋木的相關項目 即是在管理中 變相這十一個項目 其實已經是手持在手 或者是營運中 一定的利用是回來的 甚至你能看到 去到最近 去年十月份 其實也簽約收購了 河南衛許的高速公路 而這一個公路來說 已經在今年四月尾 正式審批通過了 變相現在開始營運的時候 其實慢慢來講 已經帶了盈利貢獻 比越少交通 而另一邊來說 其實之前收購的 吳州港項目方面 也有望今年年底 做相關的營運 正式去到通過 所以變相這兩個項目 都相繼是 就是踏入營運 或者做的時候 整體計 截至今年年尾 至今年尾 至於月尾交通 已有十三個項目在手 變相 其實是軟隔 其他同類 是分散的廣泛 所以我覺得 平衡方面看 或者風雄性方面看 都比較好 而且管理層 需要留在大道 也會繼續在廣東省方面 手末一些比較優良的項目 其實是將中華手球 也意味著 月尾交通來說 我覺得將來看 越來越多的公路等項目 應該會是簽了回來 沒錯 另外一點 早前廣州方面 廣深高速公路 就是交通改道 以及廣東省 都是實施了 統一的路費 其實 這個情況 對月秀來說 是好事還是壞事 本身 你說下條路費 收費的因素 應該是比較負面 為何會把它列為 對月尾交通 是一個比較正義的因素 是 其實可以調整一下 其實這次 最主要的調整公路收費 有兩個主因 一來 大家都知道 這一刻 內地經濟有一個下滑性 隨著這個下滑性 無論出口 和借業等等 都有一個放緩 在這裏 中央為了防止這個放緩因素 想去做更多的相關機制活動 變相來說 也可能鼓勵下調相關公路收費 形成來說 假設如果貨櫃車 運貨等相關 經過路站的時候 相關收費比較小 對他們的成本上 也有一個省少的因素 從而鼓勵他們做多些活動 這是第一點 中央是想做事 而令到收費有調整壓力 而第二點來說 始終過往都見得多 特別過去幾年 相關公路股都給予很多傳媒或報導 為一些暴力的公司 這裏圈來說 其實幾特別的 過往他們只需要收費了相關的 拿到相關的項目 或者相關的公路回來的時候 變相之後要扔的錢 其實相對比較少 但反而回來的錢比較多 因為每次車一經過就要付錢 雖然來說 那個收費可以說幾暴力 甚至相關公路股 整體毛利率計 也有約七成 所以形成 這一點是去年開始被傳媒大事揭發 或者是說的 抨擊 雖然形成來說 中央為了防止暴力行為 都實施一個統一的收費 而今年六月開始 其實在廣東省方面 實施了一個高速公路 開始的統一收費 但為何 剛才也說到 越少交通最主要項目 在廣東省方面 但為何這次的統一收費 對他們來說 沒有太大打擊 因為其實看相關的事實力 或是古靈層自己都強調 這次反而是一件好事 越少旗下七條 說清楚一點 雖然這次降價 就是廣東省的統一收費 七條公路是被降價的 但這七條公路裡面 其實完全沒有涉及到 越少交通旗下的公路 本身來說 一來這方面不打擊 而且管理層也說到 越少交通旗下公路一直以來 都是按照一些計劃收費 即是沒有去到實施所謂的暴利 即是沒有去到實施所謂的暴利 即是因造 所以這一點對他們來說 衝擊不大 反而來說 對其他本身 謀取暴利 或者在這七條 即是規限的道路裡面的公司也好 相關的衝擊比較大 所以變成設施比章下 自然我便會發現這一點 對越少交通來說是一件好事 沒錯 再看稅銀方面出了一個大行報告 他都說內地收費公路的板塊 六月份的收入增長會加速 行內首選都有幾隻 因為整體來說 估值相當吸引 問一下Rafi 其實在越秀方面 現在的估值 就是PE的水平是在什麼程度呢 其實幾隻都是 你看到圖表裡面看到 整個板塊 即是同類板塊 譬如說交通好 護航用 四川城戶等等 相關幾隻股份 其實整體的PE都比較低 在這一刻計 相關他們的個別 很多隻股價走勢不是差 但整體的PE都比較低 10倍左右 四川城戶到5倍都不到 即是估值相當吸引 而且息率方面 正正來說 也符合非常好的因素 有6至7厘左右 在市況裡面看 買得到的話 我覺得無論抗力 甚至回報方面 非常吸引 而你從圖表上看 好像比較上來 越少交通好像稍微少一點 不論市場方面 譬如教室專程也很高 而且在州市場方面 也不及護航用方面那麼吸引 但為什麼我會把這個 列為推介原因 因為我看背後幾件事 因為初初來講 從股值去推算的時候 很多時候也要看它本身 接下來還有沒有項目發展 或者業務上的擴充 但突然初到第一點也講到 始終越秀交通 自己的旗下本身 是多很多 即是相對其他幾隻來說 是比較多不同的項目在手 甚至預期到 接下來很多的收穫項目 都會跟進 所以這一點 稍為高一點PE 我覺得相對比較合理 而且高得來講 都不夠護航用等等為高 所以其實這一點 相對比較吸引 而且以來來說 息率方面 是比較舒適一點 對VV航行方面 剛才也看到 始終管理層都需要留些錢 做相關的收購 或者所謂的出擊 但出擊得來 都現有六厘息的時候 整體來說 其實我覺得不算差 所以兩者叫平衡上來看 這一點我會怎樣都覺得 是交其他三座位置優勝 而且我看上瑞銀的報告 也說這個板塊開始轉好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貨車的通行量 是有一個復甦的情況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內地方面的經濟增長 都出現一個放緩的情況 這方面會否影響到相關的股份 例如公路股 例如月秀的前景 如果這個 這個就不當不說 一個小小的負面因素 因為從來講 見到經濟放緩 就像在大陸說 是有一個打擊 公路收費會有一個影響性 但正如剛才大康所說 是一方面會打擊公路收費的收入 但另一邊 其實過去 另一邊中央國內 都做了很多事情 去扶持相關的汽車行業 例如重型車相關的增長 其實這一刻 都依然是有一個 系制的放緩 但整體來說 是不是很大的犧牲 或者很大的影響 暫時不是太大 像剛才也說到 過去幾年 都實施很多汽車補貼政策 去扶持買車等等因素 所以這一刻 我覺得整體以整個汽車業的流量計 其實沒有太多的影響性 所以變相來說 是債不多不少 經濟放流有少許的衝擊 但美主過分之大 另外一個 我看到你另外一個風險 就說 城製的路網改善了 反而改善了 不是多人走公路 反而對他的收入有影響嗎 是的 其實這一點要清晰一點 其中一個風險因素 有什麼因素構成 因為剛才這樣說 假設 譬如受這樣為例 其實有一條公路 可能過往是 他一個去到管理方 甚至所有車 如果要去到某個地方 都必須要通過他的公路 才能去到 形成來說 自然收入一定是穩定 或者差不多 全部去到那個地方的車 都需要付錢 這點是過往形成 他們相關盈利是比較好的一個因素 但始終近年計 隨著國內的失車情況越來越嚴重 甚至乎 汽車的使用量越來越高下 中央都要做很多的規劃 去完善整個國內的城市化的因素 變成說 越來多城市化 或者規劃越來完善下 自然道路上的使用 就越來分散一點點 所以形成來說 現在去某個地方 不是必要 或者不僅需要走公路 可能有其他路去轉租 雖然形成來說 車的分流下 可能自然對他們的收入 打小折扣 這一點 所以歸類為少少的風險 明白了 好 看到它的股價其實是節節上升 現在都屬於比較高台的水位 現在仍然是3.91 WARFIT 什麼價格可以買入呢 其實剛才都說了所有好和沒有因素 但看回價來講 其實越色交通走勢是非常漂亮的 不斷找高位去試 雖然現在短到高位去走 所以正正因為高位去走的時候 如果現價追 可能風險性稍為高一點 所以也挺建議 低一點點 大概3.83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買入的 到時來說 中線一點 以4.3 做一個目標價 而另一邊 不跌穿條50天線 3.5元 就不用急做指示 即是說你這個是屬於中長線的部署 其實這些股份可以中長線去持有 好 謝謝Rafi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Rafi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就繼續我們發達廣場的環節 不要走開了 休息一會